嗨大家好我是Enter 邀請您訂閱Enterbox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這個電視是AOC55U6090 這是一台4K的電視 同時我們也會開箱一個周邊產品 是A10的US3310 首先看到電視55U6090 55的這個部分代表是它的螢幕的尺寸大小是幾英寸的 對角線是幾英寸的 那它這個系列同時有50寸的 就會是50U50U6090 那有65寸的就是65U6090 那這個系列的電視都是4K的 那不管它的螢幕大小都是4K的 那優點的話主要就是因為它價位很便宜 那因為既然它價位很便宜 其實有一些用料或是細節的規格上 就不見得有那麼的豪華 那先從外觀上來看 像是它的厚度 不管是機身的厚度、螢幕的厚度 還是側邊邊框的厚度 都不是特別薄 那都算是有一點厚度啦 那背後的話主要是金屬的材質 只有下面一部分是塑膠的 那因為它這個螢幕還蠻厚的 估計它應該就是指甲式的背光啦 那以這張畫面來講 現在是一個白色的背景色 螢幕中間很明顯就是比較亮 四周圍還有邊邊角角就有比較暗的問題 當然如果平常都是看影片是動態的畫面 不是單一的背景顏色的話 一般人其實也比較不會投意到這個問題 在網購的頁面或是官網中 都沒有看到這個電視螢幕面板的更詳細的規格 那單舊肉也判斷在全黑的背景下 拉動一個視窗 就可以看到旁邊都還是一起亮的 所以判斷這款螢幕應該是沒有區域空光的功能 4K的螢幕果然是非常厲害啦 連影片中比較遠的光點也都能呈現出來 而且因為解析度夠高 建築物的線條看起來就比4HD的更逼真更銳利 而這個系列的機器都有強調10bit的顯色和HDR 可能多少也有幫助 但如果以這種比較入門級的機種來講 其實我覺得效果並沒有很明顯 而且官網規格也沒有提到太多細節 透過YouTube也可以播放4K 60fps的影片 當然你的網路也要夠力喔 可以看到資料顯示目前是以VP9的格式在播放的 再來看到IO的部分 這台電視的IO主要都是朝下的 那這樣以後要插線的話 就會比較難插一點啦 那總共有三個HDMI都是支援4K 60fps的 那還有兩個USB 2.0 它們同時都可以做5V0.5A 大概就是2.5W的輸出 那還有一個是網路接口 一個光線的音訊輸出 一個3.5的音訊輸出 側邊則有一整組的AV端子 還有一個VGA 那VGA是可以透過隨附的轉接 可以變成類比還有數位群號 那既然講到IO 我們就先來講講 A10 US3310這台機器好了 這台主要的功能就是一個Switch交換器 簡單來說它的輸入端是有兩個USB-C 透過切換可以選擇 從哪一個USB-C當訊號的來源 輸出端則是一個標準大小的HDMI 4K輸出 很有意思的是 US3310和我們接下來打算要開箱的US3342 這兩款產品都是使用USB-C當作是電源的輸入 而非提供外接的電源供應器 A10這樣的設計給我的感覺是 他們是很看好Type-C的普及 還有大瓦數USB-C的充電器 那麼搭配電腦供電 其實這樣在攜帶上也是更方便的 我們一點一點來說 首先因為US3310支援85W的充電給HOST端 加上它本身的自己的功耗 代表如果要用充電器 就要高於85W的充電器 才能讓85W的充電這個功能完全的發揮 不過也不用擔心 這當然也不代表說 你一定要有85W的充電器 才能使用3310 其實用一般的充電器也可以 例如我們現在在用的MacBook Pro 13吋 配的充電器是60W的 那經過US3310 也是可以幫電腦充電是沒有問題的 US3310也是可以動 只是電腦就只能收到45W了 那我們開箱的時候 額外發現一個功能 是原廠的官網還有一些文宣上面 都沒有提到的 所以覺得非常有趣想要分享給大家 剛剛大家已經都知道 US3310它的電源是USB Type-C 那麼如果準備兩條USB Type-C的線 兩條Type-C的線都連接在電腦上 然後一條接到US3310的電源輸入 另外一條接到US3310的訊號傳輸這一端 這樣就變成一台永動機了 除此之外這樣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隨身的USB Type-C 當狗來使用 上面就等於說有兩個USB Type-A 然後有一個HDMI的輸出 如果有需要的話 它的Switch功能也都還是可以使用的喔 除此之外 US3310這次還有主打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直接透過iPad Pro來連接 也可以連接三星的行動工作站DX的模式 然後在這種應用場景下 你就可以應用到US3310它前置的兩個USB Type-A 連接鍵盤、滑鼠、或者是隨身碟這些 都可以讓iPad Pro來連接 同時又能夠把4K的畫面打到螢幕上面 那回到螢幕的部分 AOC55U6090它的喇叭是在底下的 兩顆喇叭的規格都是10W的 底部還有實體按鍵 觸感是比較硬的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就是它內建的作業系統運行起來速度還是蠻慢的 雖然文軒已經說 這個已經比上一代的記憶體還要更大 處理器還要更強 但是整個運起來的體驗還是蠻差的 所以我都會自己另外準備一個機器 當作是它的訊源 如果你覺得買了一個超便宜的智慧電視 我覺得這樣用起來的感覺是蠻差的 一用起來也會很累 那我則會去把它當作是額外送的 就不會覺得得失心那麼重 所以基本上我們也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備源系統來使用 覺得幾乎不太有可能會用得到 但是呢最近還真的就發現一個網站 可能它最近有更新 所以它的影片呢在Windows電腦上面是沒辦法播放 完全沒辦法 後來呢就想到 嗯?那電視它自己也有系統嗎? 不然用它裡面的Android來播播看好了 結果是可以播的 所以有時候還是覺得它還是有一點用處的啦 那講到服務的部分 AOC也是個大牌子 它的客服電話是0800免費的客服電話 雖然不是24小時的 但是它的營業時間是週一到週六 連週六都有上全天的班耶 營業時間是早上的9點到下午的6點 實際有一次禮拜六遇到狀況打給客服 真的有上班喔 而且客服是台灣的不是轉接到國外 所以這方面我真的覺得AOC做得很不錯 另外就是它有免費的道府收送 如果故障壞掉的話 就不用抱著那麼大的台的機器跑來跑去了 保固部分有原廠的三連保固 那麼以一個1萬出頭的55寸4K電視來說 也算是便宜了啦 等於三年一天才十幾塊出頭而已 那像這麼便宜的電視 就是建議大家購買的時候 不要對畫質有太高太美好的期望 所以雖然是4K 但是在一些細節規格還有操作體驗上 自然是沒有這麼好的 如果是預算有限 只是希望便宜買個4K電視 這會是很好的選擇 而且偶爾還會有特價 AOC55U6090 作為一台平價的4K大電視 還是很划算的 在整體規格、品牌服務 我覺得都對得起這個價格 好的 那我們今天電視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邀請您訂閱按讚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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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期 誰很愛